巴基斯坦大选结束三个星期后 由于各政党得票率没有过半 所以最终国民议会星期天投票选总理 结果曾经失势的前总理谢里夫二度出任总理大位 不过除了面对选举诈欺罪名 谢里夫还要解决通膨问题 当地人不少人就吐槽说 局势改变不大 谢里夫也难以解决当前的经济烂摊子 在国民议会投选总理争夺中 谢里夫的对手是已经锒铛入狱的前总理 伊姆南韩麾下的巴基斯坦正义运动党秘书长奥马尔阿遇汉 不过他拿下92票 在政党合作之下 谢里夫高票当选二度出任总理 但他所面对的是四面楚歌 一方面有人施压释放被判重刑的伊姆南韩 还有人指控谢里夫操纵选举 在谢里夫三度担任省长的庞哲普 卡拉奇及拉荷尔两大城市民怨沸腾 这个40%人口生活在贫穷线下的国度 截至二月的通膨率 还是徘徊在30%左右 谢里夫星期天再度当选后 在国民议会信心喊话 但是敌对阵营则认为 已经二度掌权的谢里夫 对运营国家根本一窍不通 这回重返总理大卫 巴基斯坦穆斯林联盟谢里夫派 选择跟政治宿敌不拖的巴基斯坦人民党 还有其他几个小党统一阵线 共组了新政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